嗯 吧 李總給您倒點酒 李總今後多多快照 王經理給您添點酒 今後用得著弟弟的地方 您隨時吃的山啊好笑 走 我給您擦擦 董事長您來了 您的鞋髒了我給您擦擦 不用我自己來 董事長我給您倒杯酒 真是一個可難哭 你幹什麼事的 這件事情都做不好 真是個廢物 董事長對不起 我現在就給您擦 佑董你這個手下 還是滿天花的嘛 這訓手下呀 就得訓得像狗一樣的天花 才不會背叛出來 你說對 董事長說的對 董事長說的對 哈哈哈哈 聽說你是樂董 你忠誠的手下 果然是條狗虎啊 哈哈 老董 宣呢 時間到了 他們都去了前廳 都是 今晚過後 我要讓月明朗萬節不負 我 讓月明朗萬節不負 肯定一天 你 你别吓我 妈 我终于拿到月明朗犯罪证证据了 快 很快我就能将个神志一发 给你报仇了 轩子怎么样 已经搞定了 坤哥 幸好有人帮我 那咱们赶紧走吧 别被他们发现了 走 再 轩子我拦住他们快哥 给我送 那 妖娟 你进入月社集团三年 像条保样什么 成为我的天生 更有对不对的这个 老汉对你不保啊 为什么什么干 月米拉 你可记得三年前 你强摘一个屋子 我深深把屋内女人打死的事情 少爷 你让手下面教训的那个老太婆 不小心被打死 死了正好 开心费都不能给了 是少爷 妈 你怎么了妈 妈 你别吓我 妈你醒醒啊妈 你别丢我一个人妈 哦 那个丁子户 是你妈 这也怪不得我 谁让她非一直拦着不让柴姐呢 死了也是活该 你这个畜生 呸 我娘 梁玄 看在你忠心耿耿跟了我这么多年的份上 我们来玩个游戏吧 这里面有三发空弹三发子打 我只看一枪 二分之一的概率 你要是活着 我就放了你 如果你死了 就想去赔你的命贱呢 怎么样 是不是很公平 我做鬼也不会放鬼呢 好 那我们就等 爸 对不起 儿子不能给您抱手了 我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啊 啊 我們是死吧 這是哪 明晚了一定要小心你爸爸 還有 還有完全母子 媽媽 媽媽 明慧這是王琴阿姨 以後啊就是你的媽媽了 這是你大哥叫月明 叫大哥 我的好弟弟 只有你死了 我才能萬無一失的成為月事才斷的集成人 白了嗎 這是 二少爺的記憶 我竟然重申到了月事財團的二少爺身體裏 根據當年的新聞播報 今天就是五年前月事財團選新一任繼承人的日子 因為李明慧的意外死亡 才導致了月明朗直接成為繼承人 月明朗真是個醜山 為了上位 連自己親弟弟都不放寡 你放心 既然重申到你的身體 我一定會不贏 還有我自己 找月明朗王朝 恭喜月少 搬到李明輝這位辦公室 以後您就是 月事財團 唯一的繼承人 我本來還沒想這麼快殺掉他 可是他不知死活 居然敢調查他母親的死心 那我只能請他上路 他畢竟也是你父親的 你父親要是知道了 會對你心生不滿的 那就有勞房部長 把李明輝的死 被造成自殺 不是部長 是副部長 月大少 是不是漏了一個字 等我當上月事財團的繼承人 我幫你拿到吵架 想必也不怕 月少報喜 放棄你 大哥 鬼啊 鬼鬼鬼 大哥 你沒死了 你 我的好大哥 見到我沒死 是不是很意外 我明明親手殺了你 又找人把你埋了 你現在怎麼可能 又活著回來 所以 殺人 一定要不懂 現在不懂 也不完了 李明輝 你既然沒死 就應該找一個暗無天日的角落 繼續給我情報生 下去 可是你偏偏要回來 這不是自詢死的 我既然敢再回到這裡 我就敢躲 你們 不敢殺 你憑什麼認為 我們不敢殺你啊 我 如果沒記錯 你曾經把一位女大學生 凌辱致死 然後偽裝成自殺 你成了這什麼 司空滾 滾 走 哎 滾 快說 你是怎麼知道的 我還知道 就是你身邊這位副國人 幫你把女孩的死 偽裝成了自殺 這相關證據 我已經交給另一個人 只要你們敢動 我保證這件事人進階之 到時候 不僅你這位副部長的烏紗帽不保 而你在輿論的壓力下 也休想成為記者 我的好大哥 殺我 你們幹嗎 李明輝 是我想瞧你了 你媽是小三 你媽是小三 你是資深子 兩個身份見不得光的 拼了命的想要改變自己的身份階級 但可惜 我李明輝 畢竟不是從前的李明輝 這一次 我要將你們狠狠踩在我腳下 你們從我手裡奪走 我都用你一一拿回來 你拿著一杯 我們會怕你 大少爺 二少爺 老爺讓你們去全天 他有事想要宣布 太好了 爸終於要宣布了 李明輝 不妨告訴你 爸今天就要定下財團的繼承人 而那個人 是你 你 要拿什麼跟我告訴你 我的好大哥 你都還沒繼承呢 就這麼得瑟 小心到其身邊 等我當上了財團繼承人 我第一個就拿你開刀 方兄 走 明輝 你沒事吧 我聽說明朗對你動手了 是 是他 前世蘇英山刺殺月明老失敗 被月明老活活折磨至死 明輝 明輝 你現在是大哥的未婚妻 這麼關心 不合適 這李明輝也是可憐 原本跟蘇明山情投意合 但月明朗這個畜生 強行將蘇明山佔為基友 是我沒有擺架好自己的身份 蘇明山跟月明朗也有深仇大恨 我現在實在膩 或許可以利用他 來對付月明朗 林山我們合作吧 咱倆理應外合搬到月明 明輝 你剛剛說我是你大哥的未婚妻 你這麼說不太合適吧 難道 是我想錯了 林山我 明朗現在就要成為寄生人了 你現在無權無事 你拿什麼跟他鬥 我勸你 還是好好當你的廢戶二少爺 對不起明輝 月明朗已經害死了我的父母 我不想你再出事 我現在沒有證據 就算將月明朗的罪行公佈出去 也沒有什麼用 我必須重回公司 不僅要拿到月明朗的犯罪記錄 我還要一步步奪取權利 掌控月事財團 只有這樣 我才能跟月明朗 一起裁判背後的黑暗勢力抗衡 這話說也實在是抱歉啊 這少準備了一把椅子 要不 求家求求你吧 我 不 我 老子你敢打我 一條狗而已 我有什麼不敢打 什麼 你有意思是 我可是老爺的心腹 你連我都敢打 你就會不把老爺放到眼裡 我 狗不聽話 做主人的管教倆打著 有什麼不對 吵什麼吵 明朗人 一定要小心一點 還有 還要完全母子 難道 當年你明輝母親的死 跟他也有關係 爸 您來了 老爺 我就是不小心少准了一把椅子啊 二少爺沒地方做 就動手打我 拿一把椅子 要管家再拿一把椅子來不就行了嗎 還要動手打人 看 就越來越缺乏管轄 爸 但是我們總共就這麼幾個人 怎麼可能會少准背一把椅 莫非是王管家故意討好大哥 是打壓我 爸 我也是您兒童 一個小小的管家能以下犯上 您覺得合適 老爺饒命啊 明輝 你看怎麼處罰他 就讓他跪在地上當回椅子 我正好還沒坐過人肉椅子 聽見了沒有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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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明輝 給我等著 大少爺成為繼承人 有你好嗎 明輝一向不成骨蛇指管 今天怎麼會如此照樣 明老明輝 今天我叫你們過來 就是要宣布繼承人的人選 現在我認命 明朗 為月氏財團繼承人 啊 啊 李明輝自從母親去世之後 整天浑浑噩噩噩不無正夜 月東流將繼承人的身份 給月明朗 倒也在行李之中 明朗 你暫時任公司副總裁 明天得過來好好跟我學習 謝謝爸 這月明朗背後的勢力錯徵複雜 就連執法部的副部長也在為他做事 主管部長我決定了 只怕會再次走場 前世的死 爸 我也要去公司 二弟 你整拼流手浩賢什麼都不會 你來公司 不出三天公司就得倒閉了 明輝 你沒有你大哥有商業的頭腦 就別騙亂 王儀和你大哥說的對 不可以做生意 要老老實實待在家 別亂添亂 爸 這間公司好歹也是我媽的情緒 要不是我媽 你們有什麼資格在 我不過就是相信我媽的公司 我有什麼錯誤 你別太放肆 連爸的話你都敢頂抓 你這副德行 讓你進的公司 不知道要有多大的貨了 大哥 您先別生氣 我不過是實話實說吧 爸 我問你一句 我就想進我媽的公司 有何不可 這月東流當年就是個上門女婿 李慧平去世後 他立馬搶奪公司 改名為月子才來 李慧平的死 多半給他拖不開幹線 媽走得早 這些年 我又輸一對你的管教 是我虧欠的 這樣吧 你先到公司從實習生做起 好 在公司 要聽從你大哥安排 謝謝爸 哼哼 吃老東西 果然還是更難月明吧 二弟 你放心 我會關照你的 嗯 沒什麼事 上了吧 爸 我們集團是不是投資了一家 芯片 有這麼回事 怎麼了 我建議加大芯片的投資 我有預料 未來芯片 一定會一路高潮 哎呀 你什麼都不知道我就服掉了 投資芯片就是一個無底 你給我多少錢進去都是拿很飄的 你大哥說的對 芯片嘛就是個無底洞 與其把錢投資在芯片上 還不如把錢投資到一塊房地產 爸 好了別說了 我明天開始跟你哥好好學習 生意廠商那些事兒 別說了 慢走 爸 按照前世的時間節點 芯片行業很快就會迎來暴漲 我只有抓住這次機會 才能在公司掌握腳跟 等等 現在是五年前 那豈不是說 快 去東大街 去東大街 帥哥 你吃點什麼 媽 你叫我什麼 大媽 三個包子 一碗豆漿 巧了 你跟我兒子一樣 也喜歡三個包子一碗豆漿 你快坐 我去拿包子 是丁小的 來 你的包子 豆漿 你慢點吃沒人跟你搶 媽 孩子 你怎麼了 媽 三包子一碗豆漿 你這孩子 總是毛毛躁躁的 對了 你今天考試考得怎麼樣 全班第二名 兒子 這太厲害了 媽 我以後會好好努力的 然後挣好多很多錢 讓你不再那麼辛苦了 只要你平平安安的 媽就心滿意足了 媽 我都餓了 你快拿包子給我吃吧 等著啊 這一世 我一定護你們平安 大表演 您走 你想辦法向李明輝示好 全負在這身邊 看看這手裡到底讓你去找 明白 李明輝 要是讓我知道你手裡沒有證據 你一定叫你碎石碗斷 你好二少爺 我是人事不經典 大少爺派我來陪你安排工作 難怪計劃會爆了 原來你從始至終都是月明朗的人 還真是保守團團團轉 二少爺 什麼工作 我們集團同事的芯片公司 已經連續五年魁使 工資現在決定收回投資 動作合作 麻煩二少爺走一趟 把投資收回來 沒問題 二少爺 還有什麼事 我願意幫你一起搬到月明朗 為什麼 因為月明朗喜怒無常 我在他從底下做事 遲早一點 會被他擦了 好 從今以後 你我就是兄弟 咱兄弟一起搬到月明朗 二少爺 月明朗有動力 我一定第一時間告訴你 等月明朗倒台之後 我就是月氏集團 新任集團 你不就是副董事 多敬人少爺 哼 看貨 這麼容易就相信我 大少爺 我已經取得李明輝的信 幹得不錯 李明輝有什麼動靜 隨時想我回答 是 對了 大少爺 那家芯片公司早就發問了爐子 李明輝一毛錢都收不回來 您為什麼還要派他過去 他收不回來的就是他的錯 到時候 我用見口叫他提出公司 我把他趕出去了 再慢慢折磨他 二少爺 我知道您是來回收投資的 可是我們公司賬上 現在已經沒有錢了呀 誰說我是來回收投資的 我 代表月氏財團 再向你們公司賠償一千萬 您說的是真的 我他媽常常越是財團二少爺 我能騙你啊 謝謝 謝謝二少爺 好好幹啊 這芯片行業未來一定會發展起 天都無量 大少爺 不好了 怎麼了 二少爺他不僅沒有收回投資 還給芯片公司組織了一千萬 這個蠢活 真是天之我野 傳了下去 召開股東壞 我要審判李明輝 是 這麼多人呢 李明輝 你好大的膽子啊 居然敢私自挪用公主 挪用公主 可是違法犯罪 二少爺 你是想進去吃牢飯嗎 哎呀 董事長也真是的 那這我一個什麼都不懂 廢物 破壞我們 嚇死了 我承認 投資龍心公司 是我的不對 但我認為龍心公司的投資前景 巨大 你當我們都是傻子嗎 龍心集團已經連續虧損五年了 你還在這裏大言不惭 說投資前景巨大 還真是個二傻子 居然連芯片行業都敢投資啊 公司要是交到他身上 早兩邊玩吧 憲法董事長英明 瓦記成人傳給大少爺 你們 就是一群蜀木寸光的公司 夠了 事到如今你還是不知悔改 本來念在你是我親弟弟的份上 我還想饒你一次 那你既然是這個態度 那就沒有必要了 冯兄 進來吧 二少爺 我們又前面了 父 謝謝 方兄 挪用公款一千萬 幾年起步啊 至少十年起步 才十年呢 像李明和這種沒腦子的蠢貨 應該一輩子在牢裡 省得出來貨害公司啊 聽說監獄裡面 好多人都有特殊愛好啊 像你這麼細皮內肉的 你要是進去了 二弟 進了牢裡之後 好好改造 但沒進去了 看我怎麼弄死你 二少 你放心 我保證讓二少爺生不如死 再走 住手 住手 同志 爸 贏來了 這個 我怎麼笑死 我今天都跟你說 芯片行業是個無敵鬥 不能投擲 你為什麼要忤逆我的意思啊 爸 我相信我的意思 我現在投資 我現在投資了一千萬 以後一定會變成一千億 你那呀 你個一事無成的廢物有個屁 我原以為 你想明白了 肯上進了 可是沒想到 你還是爛迷扶上牆 你跟明啊 比起來 你就是廢物中的廢物 爸 能不能賺到一千億 還想著賺一千億呢 也罷 就讓我這個做大哥的 親手擊碎裡的白日夢 各位請看 龍仙集團的股票走勢圖 已經跌到谷底了 還想著一千億 就憑二少爺的智商 怕是來生也賺不到月中流 我月中流 一世英明 居然生存你這麼個廢 你現在跪在地上 誠懇認錯 我可以做主 饒你一次 爸 我又沒有錯我怎麼認錯 我說他能賺到一千億就一定 逆子 你居然敢大言不慘 我都不敢說我能賺一千億 你是怎麼敢啊 爸 二爹是真的累穿 咱們二次早點把他送去牢裡去 好好改造 沒准出不來了 才能做個事 我最後問你一次 你認不認錯 我還是那句話 我沒有錯我怎麼認錯 你 冥完不靈 既然如此 你在牢裡 好好地反省反省吧 帶走 李明輝還想跟我鬥 你算個屁 你不可看 我快炸了 我的天啊 短短幾秒鐘 你居然就打停了 趙特朴賽斯 我說他 你已經 不得 一千億 至少要再一千億啊 大大 什麼 別千億 你怎麼千億 對呀 我沒想到二超級 你真得撞到一千億 二超級俺是有能力的 什麼都不敢講的 你先去 真無愧是我岳東流的兒子 你們還愣著幹什麼 趕緊放人 別動 二少爺私自挪用功課 按照立法 我不會重複第二遍 放枕 林輝啊 你沒事吧 他們有沒有把你弄疼啊 沒事 爸 老狐狸 變臉比翻書很快 爸 坐著去 一千億 一千億啊 哈哈哈哈 眾所周知 芯片產業是一個無底洞 怎麼可能會突然爆炸 就算要漲 漲破也不可能這麼呢 你的意思是 這股票都有問題 肯定是李明輝搞的 他通過某種手段 篡改的後台數據 是整個走勢圖 看起來是一個上漲的趨勢 讓我們真的以為 賺到了一千億 說得有道理啊 畢竟芯片行業一直是半死不活的 怎麼可能突然間暴漲這麼多 李明輝 你什麼無恥 差點把我們大家都給騙了 幸好大少爺紅眼睛睛 你的大姓 你走開台了 李明輝 還敢跟我玩先機 你配嗎 李明輝 你就給我們一個解釋吧 解釋啊 爸 這事實都擺在眼前了 我需要解釋一下 還在說 誰不知道你李明輝 一直以來就是一個 一事無成的廢物 你一個廢物賺了一千億 你把我們都當傻子嗎 這一千億 我看像你這樣的 沒有人賺 才賺不到一千億 還在老眼 誰不知道我們月事集團 還是整個江城之勢 而月事集團的年入也不過充益 你的意思是 我們整個集團 都是無能扯 沒錯 整個月事財團 都是無能 放肆 李明輝 你用的吃的 包括你現在擁有的一切 都是月事財團給你的 你有什麼字 說這種大力之道的話 別說你沒賺到一千 即便你賺到了一千億 以你七千億個萬倍 你沒有真正機會我們 二弟真的是越來越無法 造假股票數據 投我一下罵了 現在居然說整個集團 都是無能者 是不是 連您也給我喝了 混蛋東西 真不知道 你媽當初是怎麼敬虞你的 竟把你教的 如此關鍵 爸 還敢提我媽呢 我媽當初怎麼死 你心裡沒輸 李明輝 你居然敢這麼跟爸說話 不知道的人 還以為你是外邊捷來的野種嗎 不是的 二少爺看來是缺乏管教 不如 老把他帶回去 請您好好的管教管教 也怪我 這些年工作太忙 對明輝啊 疏於管教 才使得他目無尊等 品德敗壞 爸 咱們現在管教也不晚啊 把他救給方部長 回去好好管教一下 說不定 出來之後還能好好做人呢 方副部長 全子啊 就交給你了 放心吧 董事長 我一定會好好管教二少爺的 算算時間也應該差不多了 你什麼意思 芯片產業上漲的消息 估計已經衝上這搜了 各位 拿出你們的手機再往上 查一下 太難忘了 這個廢物又在搞什麼 方兄 他又開始了 咱趕緊把他給抓走了吧 好了 我趕緊把他做事了 帶走 媽媽 國家為了突破國外芯片的封鎖 決定大力複製國內芯片行業 以龍行公司為首的一大批西門公司 股票 股票是上漲 股票 股票上漲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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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票上漲啊 股票上漲是真的要是真的呀 不可能 这废物竟然真的赚到了一千亿 大哥 你尽管再否认我 你也不能否认 我赚到一千亿这个事情 你少可以 这回只不过是你瞎妈碰上死耗子 运气好棒了 大哥 我投资赚钱靠的是实力 而不是运气 像你这样无能的人 永远都理解不了我的实力 你 还有你 月明朗空口无凭 说我篡改数据造假口效毒 你们查都没查就送回真了 我说你们都是无能者 我有说错吗 哎呀好了好了 运辉啊 你能赚到一千亿 可喜可贺 你想要怎么样的奖励 爸都能满足你 爸 我想去投资部当主经 成为投资部的总经理 就能掌握公司的经济命运 好啊 你二少爷的投资眼光 当那个投资部总经理 都不粗粗有余啊 是 必须二少爷 对不对 必须二少爷 我不同意 你运辉这个废物 什么都不同 能赚到一千亿 纯属是运气好 让他来等投资部经理 不出三天 公司就倒闭 运辉啊 你刚进公司 经验不足 把你放在投资部总经理 这么重要的位置上 有很多人不服啊 这样吧 先把龙心公司啊 交给你管理 等你有经验后 我再把你调 看如何 爸 我签你了 好 这老东西把我调走 是怕我随起到 无约人党的地位 好好管理龙心公司 争取 再挣一千亿 爸 你放心 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 好 好了 散会吧 李明辉 我承认这回 被你打得跟措手不切 但是我保证 不会有第二次 大哥 话别说得太难 毕竟我的复仇计划 今天只是刚刚开始 后面还有更多的机器等着 走了大哥 业手 特别要找西吕 他现在刚赚了一千亿 十八月 我们要是现在懂 他爸很快就会回到我们头上 难道我们就眼睁睁着 看这个废物在我们眼前 更大 急什么 我才是越是在大街上 幼儿身份 我们的地位完全 你不加他 他要是想玩 我就陪他玩到底 看我怎么玩死他 龙心公司毕竟市值上千亿 二弟要没有管理经验 让他来管理龙心公司是否有些不妥啊 你二弟为了公司挣了一千亿 说把他安排在一个重要位置上 你觉得他会赢气 他能挣一千亿 纯属是运气 不管是不是运气 他挣到了一千亿 这是事实 无本事 就去这 我把他调去龙心公司 也是为一号 让他带来这个公司里 他是威信你的地位 而且 你是公司副老祖 你完全可以想办法 从明慧手中 把龙心公司 吓死了 还是爸考虑得周投 我已经对你是够天赋 你呀 争弃家 早点做出一番成绩 不然的话 我不介意 撤去你 继承人的身份 毕竟 明慧也是我的儿子 爸 您放心 我一定不会让您失望了 好了 去吧 还敢贴我妈了 我妈当初怎么死 你心里没说 难道这小东西 发现了什么 苏灵山怎么跟李明慧搞在一起 不行 赶紧就打上来 今天股东大会的事情我都听说了 恭喜你啊 为公司赚了一千亿 还胜任了龙心集团的总裁 你之前说我没权没事 都不过月明朗 那现在呢 我承认是我小看你了 不过 月明朗不仅是月氏集团的副总裁 他背后还有更多的势力 你这点成就 可不一定能搬得倒的 所以 我需要你 需要我 灵山 我知道你一直待在月明朗身边 是想找机会杀死他 为 在死去的父母保证 你怎么知道 我也是昨晚派人调查才知道 月明朗这个畜生 为了逼你嫁给他 竟然害死了你的父母 灵山 我们有过约定 不管遇到什么事 都要一起面对 所以这一次就让我们一起搬到月明朗吧 可是我已经失去我的父母了 我不能再失去你了 傻丫头 相信我 只要我们理应外合 不故意 就一定能搬到月明朗 灵山 怎么了 我现在还是月明朗的未婚妻 被别人看见了不太好 抱歉 我下次注意 不对劲 灵辉不会这样问我 也不会叫我灵山 而且她的言心举恥 跟以前的灵辉也不太一样 难道她不是灵辉 怎么 没什么 她如果不是灵辉 那她到底是谁 这女 难道发现了什么 大帅 我刚才看见树灵山 和李托胚在一起 这根贱人 还是忘不了李明辉吗 大少爷 现在的李明辉 已经心非细毙 而苏灵山又是您的未婚妻 我担心他们两个能被危险 被迷惘 既然如此 那我被将计就计 让苏灵山露出马脚 大少爷 那为什么不直接除掉苏灵山这个业惯 苏灵山的父母是我杀害的 但是她却心甘情愿做我的未婚妻 你知道是为什么 所下不知 大父母的骨灰在我手上 等他露出马脚 我拿到他出轨的证据之后 我便可以以骨灰要挟他潜伏在李明辉山 让我冲进去 这样的话 李明辉不管下一步又干什么 您都能提前知道 这样一来 李明辉这辈子都没有本身来欺账 如果我做 明辉 注定管解公司 传人姐 大少爷让你去他办公室一趟 好我知道了 大少爷事情办妥了 您看上当那几个女大学生 已经送到别墅里了 就等您过去创新了 好 我一会就过去 但是我不在的时候 你可千万别让人进我的办公室 千万不能让我电脑里的机密资料 谢不 是 喂 李明辉 我刚刚偷听到 约明朗的电脑里有他的犯罪文件 他这会儿刚好出去了 我过去拿证据 你先不要冲动 等我过来 他随时都会有可能回来 我必须把握这次机会 你等我的好消息 爸 妈 我一定会为你们报仇血痕的 啊 不对劲 月明朗这么谨慎的一个人 怎么可能让林辰 特听到这种重要的气息 难道 你在死的群岛 中口 不好 人家有危险 人家有危险 大少爷 你别让你去上钩 怎么什么都没有 他弄他知道我偷听 故意说给我的 你怎么来了 我怕是月明朗给你设下的轩套 所以得来看看 你说的对 这就是轩套 电脑里什么都没有 那我赶紧走 那我赶紧走 配合我眼前 人在干什么 大哥 看不出来 当然是在你的地盘 玩你的地盘了 你了 李明慧他就是个畜生 他帮我骗过来 想联悟我 我 贱人 你以为我不知道啊 你为什么 你会出现在我们的白龙室里吗 不就是想找我违法的账 可惜了 你们什么都找不到 本想着演唱戏蒙控控官的 没想到 这真是你设下的轩套 你给我闭嘴 我以为我再收拾你 别忘了我警告过你什么 如果你敢背叛我的话 我就把你父母的骨灰扔进马子里 命了 我求你 我错了 我真的错了 我求求你 我以后再是不敢 怎么 现在知道错了 完了 哎 正当你的眼睛好好看看 我也不想这么残忍的 可是 谁让你要背后 你真是个代价 可你毕竟是我们的未换期 我用这种给你一次救 你这么责 哎 不然的话 我不介意送我去见你的爸妈 先兵了 要不要我要这么报仇 大宗爷 大宗爷 杜丁山 是不是疯了 这大宗爷死了 也要跟着赔偿 我没疯 叫伤伤 像他这种无能的废 死了也是 丁山 我们上去 大宗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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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早遇了车祸 居然没死 我的好丁底 只有你死了 我才能万无一失的成为岳石菜团的集中人 埋了吧 大哥 你没死 你没死 我李明辉 已经不是从前那里灰了 对 我要将你们狠狠踩在我脚下 你们从我手里夺走的 亲人给你拿回来 亲人了 要不我的父母霸装 我居然 我居然 重生毁了 五年前 我居然 重生毁了 五年前 李明辉明明就被我杀了 可是他居然没死 而且他这段时间 行事嚣张把护完全不像以前唯唯诺诺的样子 难道 他也重生了 大宗爷 你终于醒了 你为了正好 你去帮我查一下 你们够真的时间 去了哪里 接了什么人 好的大宗爷 刚得到消息 月明朗却他们没死 早知道我昨天就应该补上几刀 你以为我不想 可真这么做 我爸不会放过我们的 不过他没死也没关系 以后 有的是机会杀的 既然他没死 那我就回到他身边 继续给你当内药 你都已经跟月明老撕破脸皮了 现在回去 不是自行死路吗 你放心啊 我还有利用价值 我堵他不会杀我 林莎 别回去了 待在我身边我保了 你又不是真正的李明 没有必要在意我的死 你在胡说什么 我不是李明 那我是谁 我骗得了别人骗不了我 就算你知道 可我拥有李明辉的一切记忆的情感 我就是你 事与不事都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现在只想给我的父母不成 你去做 这女人的G6卡真是搞不好 李老 二少爷有什么封锁 把这封信交给这话不得不 好 好戏见我开场 大少爷 我查到了 李明辉昨天上午 本来要去公司的 半路突然掉头 去了一家早餐店 早餐店 早餐店 老爸这是 这就是老板 是他 大少爷 您认识这个女人 岂止是认识 这是杨轩的梦见 李明辉和他飞去飞骨出现在大店里做 坏了 是杨轩重生成了李明辉 快去把人把我抓起来 去 是 杨轩 没想到吧 我也重生了 上班怎么能把你玩弄于鼓掌之间 我依旧能把你踩在脚下 二少爷 快请坐 二少爷 你在信中所说的 掌握了我的把柄 你是什么意思 徐部长 一年前你为了尚未伪造政治 污蔑上一任部长 通敌本 你怎么知道 我怎么知道不重要 重要的是 我是来帮你 我是来帮你 在上一时 方文暗中说集了证据 证明了上一任部长是被冤枉的 将许这门送进监狱 他才得以上位成为了部长 帮我 执法部副部长方文 手上掌握对你不利的证据 一旦他将这些证据公布出去 你的好日子可就到了 我怎么知道你说的话是真的 万一方文手中没有证据 你可以不信 但你敢赌 不敢赌 所以 徐部长你需要我的帮助 你想怎么帮助我呢 方文手上的证据并不齐取 否则他早就公布出去了 所以 我们需要先下手一下 你的意思是要评掉方文 方文科是执法部的副部长 没有确凿的证据 不好对他下手吧 正好 我手里有一些好东西 徐部长你可以顺他摸光 找到方文的犯罪证据 好 难怪人家都说 岳石柴传的二公子完事不公 废情各 现在看来 你比任何人都更多 徐部长你过奖了 好 我会派人去查明你所出的情况 如果内容属实的话 我会跟你合作 回公司 喂 你怎么才接电话呀 刚才有事在忙 怎么了 岳明朗派人调查你 发现你前两天去了一家早餐店 然后呢 然后他派人 抓了那家早餐店的老板 什么 快走 去东大街早餐店 远明朗 李李 你现在知道着急了 给我放人 这个老太婆跟你非亲非故 你这么担心她做什么呀 我们之间的恩怨 没必要牵扯到无辜的人 我就是想牵扯了你能怎么着吗 你找死 现在是向我两点 这样吧 要是晚上八点之前你能找到我 我就放了他 你要是找不到的话呢 喂 喂 二少爷 你也在 看来 我还是晚来了一步 晚来一步 有什么意思 我通平到岳明朗派人要抓 在家店的老板 所以 我想这老板 或许跟二少爷你 有什么关系 所以 我就赶紧过来 想带老板逃走 但是没想到 还是晚了一步 说 岳明朗家这家店老板找到什么地方 不知道 你真的不知道 二少爷 我真的不知道 我要是知道 我肯定告诉你 你是岳明朗身边的亲戚 你不可能不知道 还是说 你压根不是真心臣服于我 二少爷 我我其实 说 岳明朗家他们藏了什么地方 你要是不说 我现在就杀了你 我说 我说 在城西郊外的一组 那些他们都 大少爷 我和我儿子从来没招惹过你 求求你 放了我们吧 老太婆 你是没招惹我 但是你的宝贝儿子 可能想要了我的命 我 我没有 我都没有见过你 我怎么可能想要你的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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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回事 我怎么感觉有人打了我一巴掌 啊 大少爷 我儿子的这个学生 我刚才说了 我从来都没有见过你 这当初肯定是需要什么物 我求求你 我求求你放了我妈 求求你了 死老太婆 滚开 妈 不准伤害我妈 我做鬼也不会放鬼子的 你这个小眼神 还真是令人作物 我呸 令人作物的人是你才对的 我和我妈亲亲业业业 从未招惹过你 甚至都还没见过你 你不分青红皂白 就把我妈和我绑过来一顿羞辱 你可信任吧 脾气还挺大 可惜了 在我眼里 你只不过是一只无能狂怒的 太喜罢了 哎 给我教训教训 不要打我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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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教训教训 你放心 二刘爷 你怎么了 我让他打你的孩子 老大婆 别怪 要怪就是怪你的 一个下非要招惹我 这事就是下场 我教训你也不要打了 就是 教训你 我要打我孩子 不要動 小小臉啊 啊 累了 剛才看到的地方 難道就是馬虎龍軒的所在地啊 啊 雪兒 雪兒 你為什麼要這麼對我兒子 還什麼 別怪我 要怪就怪他人不該什麼的人 我和楊軒有著同一個領位 所以他還打我也能敢等身上 剛才的地方 好像是怎麼 二少爺 你沒事吧 哈哈 這麼快就遇到麻煩了 不過想讓我出手 沒那麼容易 您播教的用戶暫時無法接通 沒有許周恩幫我 我現在過去無疑是自尋死路 但馬和楊軒隨時都會有生命危險 我必須儘快救出大門 但我去不及倉庫 今天不是他死 就算我 啊 哈 部長 按照您的吩咐 我帶人去方文家進行搜查 找到了這份文件 這個蓋世的方法 居然真的在安裝 經過核實 那個U盤裡的內容 都是真實 放門啊 放門 你可乖啊 通知下去 機械直發布 放門 是 月明朗的違法記錄到底藏在哪裡呢 姑娘 看你這愁眉苦臉的 咋啦 師父 我想問你一個問題 如果你藏東西的話 一般會藏在哪兒啊 當然是床底下啊 我跟你講啊 我之前藏私房錢 一直都是放在我家卧室床底下的 我老婆到現在都沒發現 謝謝大哥 沒事 莎莎 你來的賬 走 陪我出去逛街 王姨 明朗讓我去她房間 拿一份很重要的文件 我改天再陪你逛街好不好 什麼重要的文件呀 非要讓你來拿 你等著 我這就給她打電話 讓她喊別人來拿 王姨 大少爺 監控顯示 李明輝已經帶人趕了過來 馬上抵達這裡 傳令相學 維持計劃不變 今天 我就要讓李明輝 葬山雲存 啊 媽 你沒事吧 你跟他叫我什麼 你認什麼叫我媽 因為他是你兒子 什麼 你是我兒子 媽 這件事情解釋起來比較複雜 拜託我給你慢慢解釋 大哥 你這怎麼知道她是我媽的 反正你也快死了 我不介意告訴你 我能殺你一次 我就能殺你第二次 李明輝 啊不 我應該叫李永軒 沒想到吧 我又回來了 你殺我 就不怕父親知道 放心吧 父親永遠也不會知道是我殺了你 彭兄 出來吧 不好意思啊 少爺 您就落到我的手裡 我的好弟弟 你 失手殺了這個 然後為你最有一次 怎麼樣 我給你選的這個結局 你喜歡嗎 看來我今天 再見難逃了 沒錯 今天就是天王老子來了 救你吧 動手 張軒 你曾經是我的狗 我曾經是你的主人 所以你放心 我一定會留你一條全 是嗎 熱手 你還真心善 如果我是你 就把這小畜生躲碎了胃口了 我在電視上見過你 你是執法部的副部長方文 你的職責不是應該除暴安良 保護百姓嗎 怎麼助中為虐啊 你們三個狼狽為奸 一同謀害月少 我把你們就地政法 不就是維護正義為民主案嗎 我們狼狽為奸 謀害他 你還真是會顛倒黑白 事情的真相都是由勝利者輸寫的 既然我和月少現在是贏家 那麼我們所說的就是事情的真相 惡有惡報 我相信用不了多久 你們會遭暴力 或許會有這麼一天吧 不過很可惜 你們見不到 月明朗 方文 你們是不是以為自己身权在握了 槍都指著你了 只要我一聲令下 你立馬就會被打成筛子 我真的不知道 你哪來的自信在這種必死的局面 你想讓我自信翻盤呀 散散時間 看日可到了 我說過了 讓我老子來了也救不了你 好 既然你這麼有自信 那就讓我看看 你哪來的本事翻盤 準備開槍 住手 許部長 你怎麼來了 這 許志文 你瘋了嗎 你有什麼權力打我 我打你 還想殺人 許部長 你有話好好說 你別撐住 小心死我 許部長 你無緣無故地針對方兄 不太合適吧 月少爺 我許志文辦事從來不無緣無辜 他訪問 涉嫌貪污受賄 頒假政者各種罪裏 這時局不令 我代表執法部 將你雞納歸案 把他給我拿下 許部長 這其中一定是有什麼誤會 這樣 你給我個面子 放上去 能不能坐下來 你不好談啊 你的面子算個屁 還不如你爸 志文 你用手裡可算有你的把柄 你千萬不要逼我 你用手 我你口中的把柄 事實是保險櫃的文件 不好意思 請被我拿走 你是怎麼知道這些呢 這點嘛 要感謝二少爺的事情 二少爺 我沒來吧 二少爺 我沒來吧 喂 二少爺 我願意跟你合作 我要在晨曦倉庫 跟月明朗來個了断 我知道了 我這就帶人去祝您一筆之禮 你要是在晚來幾秒鐘 可就得替我收拾了 二少爺 是這樣的 我為了把人抹抹齊 所以耽誤了時間 許世文 你居然是他的人 我的好大哥 你不是想看我翻牌嗎 現在看到了吧 我之前就說過 我的復仇計劃才剛剛開始 後面還有很多清晰的 怎麼樣 我這個驚喜你喜不喜歡 我還真是想瞧你了 不過方文只是我的其中一個妻子 沒了他 我還有大伯的妻子 大伯的神創的對付你 必定都讓你死 我早生著地 我的好大哥 你該不會以為我今天會幫你走啊 還好我早有準備 不然今天真的栽在這兒了 什麼意思 我今天來了哪裡幹了什麼 我媽都一清二楚 如果你殺了我媽一定知道 等她告訴我父親 你覺得你還能幸運呢 不过是 跟你在乎的人都要一起派葬 怎麼樣啊 還敢動我 合情嗎 還敢動我嗎 月明朗 你還真是難對付 不過沒關係 來日方長 日後 我一定能找到傑伯殺人 如果是五年前的月明朗 說不定真的就在了 可是現在 我一定有辦法弄自給你 好啊 那我們生命以待 我們走 哎 月長 救我 救你了 方部長 就算我 救了我 你也會輪為一個毫無價值的普通人 你覺得 我會花精力去救一個毫無價值 月明朗 今年我為你幹了那麼多的事 沒有苦劳還有苦劳吧 你居然見死如舊 你就好 把你幹那些傷事都給你倒出去 沒有證據 誰能抓得了我 是不是 月明朗 我勸你好好祈禱 別讓我找到證據 如果我找到證據 你即便是月色財團的提成人 我照樣教你進來 放心吧 你們絕對找 是嗎 月明朗 你的犯罪證據我找到了 不可能 我藏得這麼隱蔽 你怎麼可能不把你找到 也是有人提醒我 說人總是喜歡在臥室裡藏東西 人在睡覺的地方 下意識都會覺得安全 我就去你臥室找了找 沒想到還真找到我 月明朗 如果不是你 我也找不到這個物件 你什麼意思 你什麼意思 你記不記得你媽媽給你打了電話 你沒接 哎呦 什麼都不要的文件呀 非要讓你來拿 你等著我這就給他打電話 讓他喊別兒來的 哎呦 王爺 電話怎麼打不通呢 王爺 那份文件真的特別重要 我先去拿文件吧 去吧去吧 你要是接了那個電話 我鐵鏡就會找到 蘇李舍你找死 有沒有了 我勸你這個原地乖乖的好 站著不用了 大哥 現在證據已經有了 你還是乖乖跟許部長走吧 我可是樂士財團的繼承人 我看今天誰敢弄我 你即便是樂士集團的繼承人 只要你敢違抗執法 我照樣可以將你當場 許忠 他到底給了你多少好處 你要政府 你今天放了我 不管你跳什麼 我都給 真的 我月明朗說話算話 那好 你現在乖乖的管二少爺叫爸 我就放了 你現在乖乖的管二少爺叫爸 我就放了 許周恩 你抓我 哎大哥 這就是你不對了 你讓人家許部長提要求 人家提出了要求 結果你又說人家在耍你 我看 是你在什麼家 搞了 別以為我不知道你們在想什麼 你們不就是想羞辱我 告訴你 沒門 我絕對不會向任何人低頭 而且 我還沒輸 你說可是樂士集團的繼承人 我爸一定會來救我的 就怕他不僅救不了你 還會把自己搭進去的 怎麼著 你想動嗎 當年李明輝的母親被人害死 所有參與事件 我一個點不放 所以 你不用擔心 王琴和樂東流馬上就會去陪你了 媽可是樂士集團的總裁 手眼通天 你要是趕快 你必定死 早生之地 大哥 我的下場如何是不勞你 沒有擔心 你還是先考慮一次 犯下那麼多罪行 等待你的可只有死心了 許部長 把他們帶走 等著 許部長 誰一定會回來呢 你等著 許部長 這個是樂民老犯罪的證據 哦 如果讓我查詢 沒有證據屬實的話 這個樂民老就算不死 你要在牢裡待一遍 哎呀 差點忘了 還有一遍 恭喜你 二道元 成功搬到樂民老 以後你就是樂士集團唯一的繼承人 昆哥 你知道嗎 我曾經特別信你 甚至還幫你當成我最好的兄弟 但我沒想到的是 你會被擋 從始至終你就是樂民老的 二道元 你是不是誤會什麼了 我之前的確是樂民老的人 但是後來我不是 參加於你了嗎 我現在 可是你的人啊 許部長 今後我不想看見這個人 放鬆 大舟 二舟爺 我沒有背叛你 找到我把二舟爺承休息的 二舟爺 林山 如今樂民老已經被神职以法 你今後有什麼打算 我想離開這個城市 換個地方 重新開始生活 好 如果遇到什麼困難 儘管來找 嗯 走 我們回家 二少爺 謝謝你今天救了我們 媽 我們都是一家人 不用客氣 今天樂民老說你是我兒子 這到底怎麼回事啊 對啊 為什麼樂民老也叫你楊娟啊 明老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你怎麼會被抓起來呢 蘇林山這個賤人 他在我房間裡發現了我違法的證據 什麼 是他 嗯 王姨 明老讓我去他房間拿一份很重要的文件 我改天再陪你光家好不好 一個該死 他最愛敢騙我 嚇我 媽 現在倒路之急 是把我給救出去 我就找你爸想想幹法 必須要先除掉林輝 這樣我就是爸唯一的兒子 他才會全力救我出來 可是 你爸現在很欺負李明輝 想要除掉他 我爸有點困難 這樣 姐妹 你只需要告訴我 你說什麼 李明輝他居然 好 我現在就在找你爸 楊軒 等爸知道我已經是親生了 我必死就行了 什麼 你是五年後你要去 我靠 崇山 這又不是什麼腦材短捷 你沒騙我們吧 媽 八歲那年我不小心尿床 我把家裡的貓咪抱過去 騙你說是貓咪尿的 被你發現後 給你打到我屁股 好幾天都下不了床 沒錯 沒錯 這是只有我和軒兒知道 你真是我兒子 你們要是還不信的話 我可以把小時候其他小時候都收拾 比如十歲那年我都看 啊 好了好了我們相信你 偷看什麼 哎媽沒什麼 軒兒 要不你就留下來 別回月事財團 對呀 我聽外面說 與月事財團內部勾心鬥腳的 你萬一出事怎麼辦 我知道你們很擔心我 但我必須回去 為李明輝的母親保重 這一世 你占了二少月的身體 確實該回去報恩 但你一定要小心啊 放心吧媽 我不會有事的 你們也要小心月事財團的危險 我擔心 你 我 我就叫你哥吧哥 你放心 我一定會保護我媽的 給你 李明輝給我幫忙 爸 你找我 李明輝 把你大哥送進去 你還是人哪 爸 這也不能怪我 是大哥平時做事手腳不乾淨 這才讓我有了可憐之心嘛 大哥做事如果像我平時一個 尊敬手法 那我拿他也沒辦法 歸根解體 就是大哥自己的問題 李子 你居然還不知道鬼改 李明輝 你看你把老子騎成什麼樣的啊 趕緊跪下 可不可以同身錯 我跟爸說 一條狗也敢插解 爸 我知道你偏心月明朗 甚至要把整個月事集團都給他 但他月明朗就是個屁 我才日圍一出手 他就已經招架不住了 爸 你真的要把月事集團 給這樣一個廢物 什麼 爸 如今我是你唯一的兒子了 把七十人身份給我 我將帶領月事財團更像一層樓啊 李朗 記不住人 輸給了你 他沒有這個能力 做繼承人 也罷 月事財辦繼承人 就是你了 我不同意 胡阿姨 這是我爸做的決定 你還沒有資格不同意 東柳 如果他真的是你兒子 他當繼承人 我沒有意見 什麼 他根本就不是你兒子 他根本就不配明輝 什麼 他不是我兒子 胡阿姨 你在胡說什麼 我不是李明輝 那誰呢是 你是楊軒 上一世你被明輝殺死 這一世你重生在敏輝身上 所以才變得跟以前大不一樣 而是你醜醜為難明輝 我想要致明老於死 平真 阿姨 我去看多了 你媽叫劉慧珍 在東大街 拆了一家早餐店 你要是敢動呢 我保證 我一定會殺你 東柳 你聽到了吧 這個小廚生承認自己是楊軒了 老爺 老爺 這個叫楊軒的狗狗小 你看把大少爺害成什麼樣子了 你把他交給我 我一定好好收拾收拾 放死 今天是在掠著財團繼承人 你想死啊 老爺他不是阿公的 他不是 他是 他是誰 他是好少爺 是越是楊軒的 楊軒 知道救我 六六 為什麼 就罪 我不管他是誰 只要他能為我所用 他就是我兒子 可是 你爺了才是你真的的兒子呀 兩平那個廢物 從小到大 我給他多少牛蛋 多少資源 我對他的偏心 所有人都看得見 可倒好 一點成績沒做出來 還落得如今這個下場 真是飛骨中的飛骨 難道 你真的就不打算救你老了嗎 只要不為我所用 就是我兒子 我也不救 你不要 你好狠的心啊 我拆 是明輝也罷 是楊軒也罷 只要你專心為我辦事 那你就是 你也是財團的繼承人 爸 放心吧 我一定不會讓你受 明天到總公司報到 好了 下去吧 王管家 再來 你知道 我為什麼 你 對 沒錯 沒有利益 只有他 能為我所用 他就是 乍乾他的利用價值後 他是死是活 這分離關係 哎呀 他是您個人的重學啊 不高 實在是高 想要徹底的控制他 就要抓住他的軟肋 卻把那個叫劉黑珍的女人 抓來 是 哎呀 玥東柳這個老東西 知道我的身份好 居然還敢中午 他葫蘆里到底在賣什麼藥 喂 哥 不好了 妈被人家走了 到底怎么回家 哥 刚才有一群人闯进来 强心带走了妈 他们人多事众 我拦也拦不住啊 我知道是谁干的 谁啊 有无聊 老爷 全都搞定了 啊 小子反应还挺快 月灯柳 放了我妈 放心 只要你专心为我做事 我保证你妈不会有事 但是 如果你有弊心 那你就等着 给你妈收尸吧 该死的月灯柳 哥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我也不知道妈被抓到哪里去了 眼下想要去我妈只有一个办法 什么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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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明 吸引月灯柳的注意力 你再案 案中调查骂子下落 我会让许部长协助你一起调查的 好 哥 我都听你的 还有一点 我担心月灯柳可能会对灵山动手 你顺便盯着灵山 有什么情况即使向我会破 好 帮我把这个抓起来 腰 这牛挺漂亮的哦 你 我 我 你 我 你 我 你 你 明辉 我现在还不知道怎么跟他能相处 算了 我想离开一段时间 你们放心 我会经常回来看你 你们是谁 你们要干什么 你猜我们是谁呀 当然是为了要救我孩子 是你 儿子对你那么好 你居然害他过去 他对我好 他杀了我的父母是对我好 他拆散我跟明慧是对我好吗 你俩是全怪你 你要是同意嫁给明朗的话 天父母也不会死 怪不得你那边网那么恶心 他是像你的 告诉你 今天你和李明辉都被行死 你看见有人抓走了苏灵珊 我一路跟踪着 我发现灵珊姐 被带到了一处废弃场房里 我马上打电话给许部长 让他去救人 喂 李明辉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苏灵珊现在在我手里 王晴 你想怎么样 我想苏灵珊死的话 就赶紧放了我儿子 既然你知道我不是李明辉 那你又凭什么认为 我会为了一个陌生的女人 放了月明朗 你少废话 我只给你半个小时 半个小时后 你要是还没有放了我儿子 你杀了 李明辉 我以为职 既然我们知道灵珊姐在哪 就直接杀过去吧 我也是这样想的 正好能抓住我黄晴 从她嘴巴里敲出点东西来 贱人 你说 李明慧会不会为了你 我呸 你去做梦吧 他不会放了月明了 谢谢 阿姨突然想到了一个好玩 你说 这么多人 送你们的 能不能 王后人放心 我们会很容易扔他 人就交给你们了 别把他玩死这事 好 兄弟们 走开 你们这样是犯法 他知道吗 小妖儿你放心 我会对你很温柔 啊 你他妈的 兄弟们都换他 老汉 老汉 住手 你他妈的水呀 你他妈的水啊 我先林珊 我来晚了 林珊 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 好了 没事了 放心吧林珊 所有伤害你的人 我都会让他付出代价 林珊 你怎么找到这里的 我没必要和一个死人解释 什么意思 你 你要杀我 绑架苏林珊 你就只有死路一条 你不要乱来 我可是你妈 你不能杀我的 一个靠身体上位的小三 填补支持还有脸做你妈 谁配啊 我现在给你个弘烈机会 只要你说出李明辉 当年母亲死亡的原因 原来 原来你的目的就是这个 好 我可以告诉你 不过 你必须放了我儿子 你没资格跟我讨价还家 要不说 要不死 你自己选 李慧平的死因只有我知道 若我死 你永远也别想知道李慧平是怎么死 你觉得我会信吗 你可以个小心 不过 你看懂吗 二少爷 你就放心的把它交给我吧 我有的是手段 上次的地方 徐部长 我可什么都没有干 你不会平白无辜的抓我吧 什么都没有干 王强 你把苏小姐绑在这里并且打成这个样子 说你什么都没有干 人是他们绑的 也是他们打的 我只是路过而已 徐部长 难道路过也犯法吗 你们说 我是不是无辜的 说话的时候想想你们 徐部长 人是我们抓的 事情也是我们干的 跟王夫人没关系 对对对 我可以作证 王夫人他是无辜的 他只是路过而已 路过而已 徐部长 您听到了吧 我真是无辜的 我真的什么都没有干 无辜 你敢说这件事情不是你指使的 苏禅 口说无凭 请你拿出证据来 二少爷 现在无确拿不出王晴绑架苏小姐的证据 哥 没有证据就抓不了他 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 当然是放我走呗 谁说没有证据就不能抓人的 我警告你 你要是敢乱来的话 先请我告你非法积极 走 你觉得我会给你机会告 徐部长 我只给你一天的时间 从他嘴里撬出李贵平当年的死 是 李梅辉啊 我告诉你 刚才你们闯进来的时候 我已经给你父亲发过消息了 不管怎么说 我也是你父亲的妻子 你就是感动了 你父亲不会饶着你的 别说他不在 就算你在 他也不会救你 是吧 东流 你怎么算来了 快救我 放人 爸 是他先动的事 能给你全是 让你一人之下 也能收回全是 把你打回你盘 别忘记啊 鼓励我的命 你还没有这个纸瓶啊 听到那么小兔崽子 还不赶紧放了我 让你死无葬成之际 这是一份房地产项目合同 半年之内 保守利润只剩五百 你是要钱 还是要人 你是要钱 还是要人 你在威胁我 哦 爸 您可是越是财团的掌舵人 我哪敢威胁您啊 我只是给您个选择 东流 这个小兔崽子 狼子野心 你可千万不要听他的话 不然 他吃个会骑在你楼上的 无本意像 你一年 能做多少个 至少十个 十个 那就是 谁呀 所以 您的选择是 东流 我们可是十多年的夫妻了 救救你 救救我 你就跟你儿子一样 都是废物 东流 一年之内 你要是不给我挣千亿 你是知道我的事 你放心 我一定传个父亲 我们走 东流 东流 你不能走啊 东流 走 王阿姨 我跟你说过了 岳东流就算他在这 他也不会救你 我没 他会后悔的 这可惜啊 你看不到他后悔的那天了 哎老爷 其实夫人说的也有道理啊 这个李明辉的狼子野心 如此犯呢 只怕 何尝不知道那小东西 狼子野心 在我心目中 他只不过是一个大点的骂着 我随便抬个手段把他捏死 还在乎他有没有野心 是我剥离了 明朗 毕竟是我亲儿子 我总不能见死不救 你把我约那几个人 我要请他们吃饭 是 才一天没见 就变成这样了 许部长果然红手段 二少爷 您过奖了 说吧 当年李明辉的母亲是怎么死的 我是吧 找废话 快点说 当年 我为了上位 又为了帮岳东流 夺得李氏财团 就假装保姆 上门应聘 在李慧平的藩菜里下毒 李慧平中毒后 被送往医院 岳东流就买通了 当时的主治医生 故意制造了意外 上李慧平 死在那边 之后你成功上位 而岳东流 霸占了李氏财团 改变我也是 真是一对狗难 只要找到当年的主治医师 就足够的证据证明 岳东流和王行 蓄力谋杀 李慧平 当年的主治医生是谁 这个 我就真的不知道了 许部长 只有麻烦你派人调查了 放心吧 少爷 我一定听你二位 对了 我妈在想 还在调查当中 岳东流这个老狐狸 做事能做到滴水不漏 不过短时间之内 恐怕很难找到 你母亲的项目了 爸 房地产项目 现在已经开始推进了 政府 正在大力扶持那块区域 只要项目完成 我估计 能多赚三百 太好了 明慧 你果然没有让我失望 爸 还有个好说 我们越是财团的股票 因为这个项目一路高涨 现在整个集团的市值 直接翻了一倍 太好了 明慧 放心 大马去干 爸想你保证 只要你表现足够出色 以后越是集团 就是你的了 谢谢 那我先去工作 好 老东西 你高兴不了多久吗 二少爷 岳东流那个老狐狸出手 岳明朗可可要无罪释放 知道了 李明慧 没想到吧 我明天就要无罪释放了 等我出去了 你看我怎么冒刺 不好意思 你恐怕没有 你什么意思 像你这种无罗不作的畜生 见到这种 就别想活着说 爸要来救我 你难道还敢阻难 成活女生 我有什么 明白我意思 明白 什么意思 林明慧 你现在干什么 你给我回来啊 二少爷 岳市财团的股票 已经涨了迪了 很好 可以开始切口 好 我现在就去准备 去吧 岳东流 你的好运动没几天 林山 你怎么来了 你救了我 我自然是来感谢你的 感谢我 你想怎么感谢我 你想让我怎么感谢 要不 以身下血 你别耍着忙 有句话怎么说来着 男人不坏 女人不爱嘛 你哪来这么多歪理 我听说月明朗 今天被无惧失望 是有这么回事 不过算了时间 他总应该死 李明辉 你给我关门 爸 怎么了 明老死了 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 昨天晚上 有几个死侵犯月遇 躲进冰朗的房间 将他杀了 你确定 你都知道 妈 你不会怀疑是我错的吧 现在凡事得抢证据 你说是我做的 证据的 这还用说吗 我不需要证据 妈 现在整个集团房地产项目都在我手上 你敢动吗 那损失的至少是七八百给你的 你省得吗 你最好 你要让我找到证据 滚 哎呀 这小子现在胆子越来越大了 这次感觉大烧也动手 那恐怕下次 这个小畜生不能留 等这个房地人向南城后就派人杀了他 是 杀我 老东先生 你恐怕等不到那个时候了 二少爷 根据你的吩咐 我派人去楼盘附近捣乱 现在网上都说 越是房地产的项目要黄 越是财团的股票 已经自博跌了 之前股票暴涨 有大量网民买了 这一次股票暴涨 其他人肯定也不跟着 这样 你以我的名义 暗中买下这些股票 是 哥 我和徐部长找到咱妈的下落了 在哪里 二少爷 我们通过调取监控 经过重重排查 发现您的母亲 被或贩卖人口的组织给带走了 而越东流跟这批组织 有着千师万缕的关系 这个组织在哪 不知道 这个组织被越东流偷偷保护起来了 想要找到他们的下落 很难啊 恐怕只有越东流才知道具体位置了 要不我们把越东流抓起来省了 他这个级别的大人 没有证据谁敢读他 那怎么办啊 我想到一个办法 什么办法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我们可以想办法 被那个组织抓起来 然后身上携带定位 就能确定那个组织的具体位置了 倒也不是不行 只是 要怎么样才能被那个组织 给抓走了 这几年 江城发生的失踪案 都在北区 而且那里地是偏僻 一般发生失踪案 都在十点之后 徐部长你的意思是 只要我们晚上十点钟之后 在北区那边闲逛 就有可能被抓走 是的 可以试一下 哥 让我去吧 不行 太危险了 还让我去吧 哥 你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的 谁去对付越东流 谁去救妈 所以 还是我去吧 你放心 我一定不会让你出事的 哥 我相信你 不找 咱们都得手三铁了 可这范子的影子都没看到啊 是啊 要不 我们今天早点回去吧 都给我闭嘴 终于上钩了 走 二帅爷 经过这一天的收购 你名下 越市财团的股费 已经抽盘入持了 您现在 就是越市财团 一大股 等救出我妈之后 就可以彻底和越东流谈盘了 这一次 我要让越东流万劫不复 哎 哎 我 妈 妈 你没事吧 妈 你没事吧 我没事 雪儿 你怎么也被他们抓进来了 你哥呢 妈 我是故意接来的 我喝里面外合 就你出去啊 越东 请 越东流 果然是他在背后捣鬼 妈 我暂时还不能暴露 我先躺下 这批货都两个月了 怎么还没处理掉啊 越东 最近你指法不容易 查的比较严 这批货 你不不解 越东 你得想怎么办 这种小事都办不好 我废 张越东 只要你把事情办好 我废你八成的利益 你看怎么样 好吧 我想想办法 那就 我先别走了 这个女人 怎么样啊 这个女人 好几天都没吃东西了 估计 又饿死了 刘慧珍是吧 你就 这么想死 要不要 我送你一程啊 二少爷 通过杨轩的定位 已经确定了那会组织的位置 我已经派人去过了 相信很快就能救出您的母亲 那就好 对了 当年那个组织医生找到没有 已经查明他的下落了 估计明天就会给您带过来 那就明天 跟月东流来个彻底两端 好 要不要 我送你一程啊 这 你就威胁不了我了 你放心 等利用完你儿子 我就送你们母子 一起去死 这怎么多了一个人啊 把兔抬起来 怎么办 要是被月东流发现 我就死定了 天都没有 把兔抬起来 东官 不好了 外面来了好多刑罚人员 什么 这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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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办 这个 废物你们这人已经暴露了 赶紧走 你走啊 妈 你没事 老爷 按照您的吹咐 我已经把陈东丢进浆流过鱼了 这个没用的东西 差点和我暴露 舍不足心 老爷 不过这件事情 好像有点蹊跷啊 什么意思啊 老爷 您想啊 这陈东他们一直隐藏得好好的 怎么突然今晚就暴露了 你这么一说 我也觉得不对劲 这难道是 李明辉那小子 李明辉 他最近在干什么 李明辉 他最近在干什么 他最近一直在办公室里边推进项目 倒是没发现什么反常的举动啊 难道不是 他搞的鬼 对了 项目推进的如何 这我明天去查查 要是项目完成了 就可以除掉 李明辉了 老爷您您这是怎么了 没怎么了 习惯 怎么就突然有点心慌了 老爷 不好吗 李明辉救出的那个地产项目呀 发生了多起事故 遭到权王抵制 不但这个项目黄了 还连累我们月事财团的那个股票 持续持续持续吗 是盖世的李明辉 他到底在干什么 李明辉 你给我滚过来 爸 我在会议室等你 老爷 怎么样了 他让我到会议室 走 看看去 他到底在搞什么鬼 董事啊 哎呀李明辉你找死 你敢坐在董事长的位置上 从今天开始 这个位置就属于我了 从今天开始 这个位置就属于我了 属于你 你算个什么东西 竟敢给予这个位置 你没资格坐在这个位置上 你赶紧动魂 我召开股东大会 就是为了宣布一件事 从今天开始 我就是月事财团 新一任董事长 这个位置 我自然想坐就能坐 你脑袋被鱼踢了吧 自封自己为董事长 你怎么不说你是玉皇大帝啊 竟敢在我面前如此放肆 你会你想起吗 看看这个文件吧 我现在拥有整个月事财团 百分之五十的股份 是月事财团第一档 根据董事会规定 在没有董事长的情况下 第一股东 就能直接成为新任董事长 还真是有百分之五十的股份 我知道了 最近月事财团 股份账停跌停 原来都是你一手操作 大量的收购股份 这东西 你也不顺便 原来都是你搞的鬼 想要谋权篡位 成为董事长 可惜啊 你还是其差一招 董事会规定 在没有董事长的情况下 第一股东 才能成为董事长 也就是说 只要有我一天 你就休想成为董事长 这还不简单 许部长 岳东辽 涉嫌蓄与谋杀 贩卖人口等追 现将你进来 你开玩笑了吗 岳某人一向遵纪守法 我什么时候谋杀人 贩卖人口了 老东西 十五年前 你联合王晴 在李慧平的犯下 把李慧平送往医院之后 收买了当时的主治医生 导致李慧平 惨死在病狂上 王晴已经如实交代了 当年的主治医生 也已经缉拿归案 证据去走 你就不要狡辩了 岳东辽 这是你贩卖人口的 视频证据 你还有什么好说的吗 无话可说 岳东辽我问你 当年你害死李慧平 可曾后悔过 这一辈子 后悔一件事 我可以重来 我就应该早点杀死你 可惜啊 没有 来人 还有你 这么多年月东流 同流和五郎 贝贝监 你并带回去接受调查 带着 许部长 现在没有董事长了 根据规定 我是不是新董事长 董事长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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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我命 从今往后 岳西财团 正式改名为李氏财团 是 终于归你过去 哥 你现在成为董事长了 可千万不能像岳东流那样 当坏人啊 虽然岳东流走了 但理事财团内部 还有很多黑暗贪污 等我剔除这些黑暗贪污之后 我就信任董事长 回来陪妈 儿子 妈没本事 帮不了你 你必须多加小心 我吃饱了 妈 我们出去站站吧 哎你这孩子我这船 我哎你这 对不起啊 我们吃饭说话 不是你妈也真是吃饭 还把你喊啥 你的意思是不欢迎我了 没有 我双手双脚欢迎你 那个 我买了两张电影票 一会一起看电影吧 看什么电影啊 财阀家的小孩子 那我们这算不算是约会呢 呃 你愿意做你朋友 那要看电影好不好看咯 包着好看